丁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 以色亚书的55章 八到第九节 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神的话 55章八节说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我们都不喜欢活在一种不确定当中 希望能够掌控自己的未来 希望知道明天有危险 这也是为什么算命的职业 从古到今都有市场 而且非常有趣的是 许多帮人算命的人还是盲人 自己都不能看清前面的道路 但许多明眼人还是屈之如物去找他们 花钱求问自己的未来 当然可能许多人也可能 可能仅仅是处于好奇心 对答案也是半信半疑 但本质上还是希望了解未来 做些准备 因为我们不希望活在一种不安全感之中 今天的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 但是可能比较少人知道这两节经文实际上是劝勉人离开罪恶 那当然扩展来应用就是耐心等候 这些都没有错 就像诗歌里面所唱的一样 那这两节经文它劝勉人离开罪恶 原因是和上一节就是五十五章第七节有关系 在第七节里面也同样出现道路与意念 但是却是神不喜悦的道路与意念 在以色亚书的五十五章第七节说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就必怜悯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 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那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 天有多高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办法彻度 但是主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介绍我没有人到富朗里去 使得我们的道路和意念因为罪而关趋 感谢神介绍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 我们能离开神不喜悦的道路意念 转向神 得到神的怜悯 使我们能够以神相合 活出丰盛的生命 能够在暴风雨中看见云上的太阳 非常感谢主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 我们得以走在神的道路 就是永生的路上 当然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这败坏的身体里 看许多事情仍然模糊不清 我们也不能完全明白神的意念 祂的旨意 但是我们有点非常确信 神掌管我们的明天 今天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也不知道明天如何 但是却知道明天在爱我们的主 在为我们舍身流血的救主手中 我们因此不惧怕 在这种环境中 我们仍要见证主 活出主的永美来 使更多的人能够归向救主耶稣基督 得蒙神的怜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 我们能坦然的面对明天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尽管你的道路高过我们 你的意念也高过我们 我们不能完全的明了 但是感谢主 你去用你的生命 为了为我们铺了一天 通天的道路 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救赎恩典 与生和好 我们再不再为明天担忧 因为知道我们的明天 在你的手中 主啊 你为我们预备的最美好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世上有许多的人还不认识你 他们还在活在自己的道路 自己的意念当中 行在弯曲的道路上 走向的是一条死亡之路 恩主就求你 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自己的荣美来 见证你 荣耀你 特别把这个周六的 网络的布道会放在住手中 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 也在邀请自己的Best 参加 主啊 就求你来使用这次布道会 让更多人得知你的道路 主啊 也能够行在永生的路上 和我们一样 得蒙神的怜悯 主啊 我们就把 我们下面祷告的时间 恭敬仰望在出手中 求你带领我们这一个星期的 生活 侍奉 工作 愿你长永同在 祷告奉救助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我们下期再见